受到西南气候风的影响,天气近来转热了 印尼出现的酷热天气,加上不受控制的烧巴行为 导致全国的灵火热点明显增加,零点突破188个 其中苏门达腊和加里曼丹最为严重 印尼西洋局预计在未来三个月将会面临更干旱的天气 而灵火疗云的现象也会变得更平靡 印尼灾害管理机构发布数据显示 在全国188个灵火热点当中 有部分是肯殖民放火烧巴所造成的 当局已经派遣军警和消灯人员出发到受影响的地区灭火 在苏门达腊廖内省,部分的泥炭地起火面积达到4公顷 当局被迫出动直升机从空中投掷水弹灌旧 截至目前为止,发生灵火的城市周遭 空气污染指数还处于正常的水平 不过当局担忧,接下来几个月的天气将会变得更炎热 灵火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